林口竹林山观音寺发放约165万元年节未问金 低收入户3000元和中低收入户2000元 7、8号在竹林山观音寺乡客大楼大厅发放 今年还特别另外准备了50份2000元的关怀金 提供给金坊市评估却有需求的弱势家庭 预计将加汇林口地区近600户家庭 非常感谢我们林口竹林山观音寺 黄火旺董事长跟全体董监事 在最短的时间年在农历的过年前 特别考虑到我们地区内的一些中低收低收入户家户 可能因为过年的一个经济压力 所以特别在我们1月的7号跟8号 跟我们林口区公所合作 来发放600户的一个 弱势家户的一个年节关怀的一个红包 林口竹林山观音寺每年过年 对于经济较为拮据的家庭都是压力 甚至需要借钱过年 妙方秉持关于佛祖闻生救苦 慈悲为怀精神 特别及时送暖提供165万元关怀慰问金 低收入户的话 是要每个家户可以领到3000元的一个红包 那低收入户的话 是2000元的这个红包 那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红包 可以来协助就是我们在地的一些 弱势家庭可以安心的过好年 林口区公所表示 非常感谢竹林山观音寺大力促成 以请同仁和个礼领长全力帮忙 务必在年前把关怀的红包 交到需要的家户手上 让有需要的家户可以不用为了过节花费伤神 安心顺利的欢度青春佳节 记者回宣林口采访报道 录相当柄 我觉得 他们的我们在旁的 出品 处 من 興 与